大家好 我是吳仔 近來看了一套電影梅艷芳 好正喔 超正 很多周邊的東西 我們都想去發掘 看回妹姐的生前 那我就在youtube 找到一條片 就叫做什麼 梅艷芳最後一夜經歷了些什麼 曾志偉又給了梅媽 一百萬的 掩口費究竟是些什麼 十七十八年前 現在十八年前突然間 病情惡化又有些什麼 內情呢 我找到這一篇文章出來 就想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很多周邊的東西 都很想去 繼續去憑吊一番 人家是這樣的 不講不提就不理 因為這套拍得相當之 有感覺 所以大家會看回妹姐的一些片段 連星光大道的帳 其實我之前走去K11看電影 都可以走過 都會看一看 但現在很想去找他拍照 今次講一些鮮為人知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當時呢 就是十八年前 應該是十八年前 沒錯 就是元旦前夕 那時候家家戶戶是迎新年 但是梅艷芳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這位曾經是叱測香港娛樂圈的大姐大 當時其實就躺在養和醫院的病床 跟死神搏鬥 那時候就看回 你在網上找回 梅艷芳來樓的時候 很多大明星就走去這個 養和醫院塞滿了 當中有劉德華 成龍 譚詠麟 曾智偉 那個梁家輝 梁家輝 很多最紅的大明星 全部都出現了 還有很多狗仔隊 那些餘記 都趕到醫院 塞滿了大明星 塞滿了一個盒小的樓梯間 電話響過不停 就問有沒有人味道啊 有沒有人味道啊 妹妹不行啊 快點來啦 當時就是充斥著這些情緒 梅艷芳相識滿天下 那時候就是 最後一面的 等她去看她的 那天就是凌晨4點2個字 曾智偉就是 當時是 就本身是不接受任何 媒體的發問的記者會 他是說話的 我不讓你問問題的 就宣布了梅艷芳的死訊 梅艷芳呢 當時呢 就是2點10個字 離開了我們 那她是因為呢 癌症引起呢 就是肺功能失調而去世的 那其實 她本身是cancer 但是你看到她呢 最後死呢 就是肺部衰竭 那都可能和這個吸煙有關 那時候她們都會吸一下煙仔 那樣 但是我看電影呢 就說梅艷芳呢 已經是 很會做一下大洋運動 那樣樣樣 就是臨走那時候 都見到她很積極去抗癌的 但是都始終都是過了身 那成龍呢 當時就說作為梅艷芳的好朋友呢 就叮囑大家 他喜歡熱鬧的 所以呢 要見了這麼多個人 成龍都為梅艷芳做過一些事情 就照了這麼多人 懂得的都叫他們來 我們看電影都看到了 梅姐又喜歡熱鬧 說到一群徒弟在那裡吵 她才睡得著 直一靜她就醒了 那兩個徒弟 女徒弟說 梅姐一定很寂寞 那樣樣的人 都看得出的 那就說 成龍說她要見到我們這麼多個 她才願意走的 還有呢 就說她好貪靚呢 走得好安長 好靚的 那各位朋友呢 就不要叫她的名字 她說這個是她個人的意願來的 那其實都是的 一個人來流喊什麼 不要喊 越喊她就越辛苦 真是她的意識很辛苦 是 讓她慢慢離開 不需要特地喊 喊都沒用 喊都不會好 但是就 將情緒變得 詳和一點就最好 說梅艷芳去世之後 那個喪禮呢 就已經是全香港娛樂圈的明星 都到場跟她做這個最後的告別 看到有哪些人扶寧 當時就有梁朝偉 劉德華 陶傑 楊子晴 劉培基 他們都是為梅艷芳扶寧 說到娛樂圈裡面 其實算是聲勢浩大的葬禮 亦都是屈指可數 剛剛就已經是張國榮過身 跟著到梅姐 那 那 原因就說梅艷芳 其實個人是很好的 就是換到一個真摯的友誼 在娛樂圈裡面 他供應豪爽和仗義 他就用友情歲月這四個字 來總結自己二十幾年 闖蕩娛樂圈的成績 那 梅艷芳的一生是摧殘的 亦都是坎坷的 後面有很多故事 都很無奈 他說 月人無數 看透 人情冷暖 亦都試過人心的涼薄 但是依然能夠是赤誠 待人不計回報 所以看到電影 他後期做很多很多的好事 幫人 希望 找到他一個心中 一個志情志性的烏托邦 就說他有那些 老派香港人那種江湖合戲 都看到 其實你看那套戲 你想想很多人 好像秋冠 哥哥 和妹姐 他們說話的那些烏 很粵語長片烏 是很有趣 以前老香港的人就是這樣 所以有些人說 看完那套電影之後 好像回到以前那樣 他們說話的那些烏口 一個女人單槍匹馬 闖蕩娛樂圈 功成名 功成利就之後 他就是看不到別人 如果別人受了委屈 他幫到就幫 他是一個合女 可以說是合女 梅艷芳就是 梅艷芳一生 就好像香港這個城市 這樣 起於就是 好適美 起於微末 發於華之 就說他 開頭是補貼家用 就替媽媽分憂 所以他哥 他哥哥 為什麼沒有了他 和沒了梅媽的角色 原來我們發覺 他有兩個哥哥 一個叫梅啟明 還有一個叫梅德明 梅德明也是 嚴正過身 那個梅德明都算幾帥 看上去的樣子 梅艷芳的樣子 小時候又幾可愛 梅啟明的樣子都不壞 現在越來越壞 人格就是這樣 靈魂一變壞 那個皮囊就壞 那樣子 就說梅艷芳四歲登台買藝 不夠二十年 就是擠身香港的巨星 當時就幫保 老母就補貼家計 那樣子 說到 應該本身是很優雅地退場 一個頂天立地的大明星 人生的忠局 誰知道 因為他的至親至愛 傷得體無懸膚 情路方面 亦都是不順 昨天就說過 那個世紀賤男 日本 那樣子 為了個情治 他甘願一次次 屠空自己 唉 真是慘了 他一生所求 不過 就是 沒有一個人 可以真是 可以跟他白頭到老 這樣說 就說 他從來都不是個男人背後 享受愛情的小女人 他只是想在人生在世 能有真心值得的託父 這樣說 說到 他那個2003年 那個新郎莊 最後那個告別舞台的 那個歌三 劉培基 就說 因為這個是一個死別 來的 他設計這個婚紗 他就說 沒有人幫他揭頭巾 所以 他的設計 神來之不 就說 半開半合 他低頭 你看不到他對眼 他一個高頭 你會看到他對眼 頭巾就好像 你不需要揭 但是 似揭非揭之間 就是那個藝術 劉培基 都是藝術 來的 就有個這樣的神粹在裡面 那 那 妹姐說 人生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預了些東西 你以為擁有 偏偏就沒有的 那 范艷芳呢 甚至 就說過 我們遲些又會說一下 跟著我講過人物 他爺魚自己 他說 不要緊 他說 我等碧咸 等碧咸 離婚 他就想著 等下劉德華 但劉德華還困難 他是一個獨身主義者 遲些可能有機會 跟大家講一下 劉德華和梅艷芳的故事 因為 他兩個 在陳偉那套 梅艷芳傳來講 劉德華是一個 非常之重要的男主角 非常非常之重要 這一個故事 又可以跟大家講 但今天繼續講一下 這篇文章 我先講一下 那一首 直陽之歌 拜拜 真是拜拜 生命的盡頭 初戀那個近藤真宴 就衰得沒有人有 但對妹姐的傷害 又不是真的那麼大的 反而那個忠心明彩 比她傷得更加傷 對嗎 那如果要講 真是最慘的一些事件 就要講到 就是那個 阿媽 阿媽 她說怎樣呢 在阿媽眼中 梅艷芳是個女兒來的 生下來就是為兒子服務的 因為她的兒子不用工作 她的事件 梅艷芳呢 就養她們全家 這樣 這樣 就說呢 她眼白白看著 什麼 改嫁的丈夫 因為她的媽媽 改嫁了另外一個男人 然後呢 就由她罵梅艷芳 但是呢 她不可以被兒子受這些委屈 女兒就沒事的 覺得很重男輕女的 可以被兒子在家裡 就抹大口等飯吃 然後呢 兩個女兒出去買唱 就養家 亦都受人喜樂 亦都無所謂的 所以阿梅啟明就說 為什麼沒有阿梅媽那些 這樣的角色呢 真是不要搞了 是不是 那當時梅艷芳又要唱歌 又要兼職做其他那些雜工 她說沒多久呢 那把聲音就發不到聲 但是那個阿媽 當時覺得 她說你不做事 家裡沒有米的了 就要阿梅艷芳 你唱不到你都要繼續唱 那樣的 另外呢 就說她哥哥那時候要開九場 要三百萬 她媽媽呢 就問阿梅艷芳拿了 這樣呢 如果阿哥借錢呢 就瞞著阿梅艷芳呢 就拿她的名字 就幫阿哥做擔保 那樣的 當時這些這樣的事 之後呢 就欠下巨債投資夭夭 剛出道的梅艷芳呢 就將哥哥的債務呢 就攬了上身的 周圍不斷做 不斷登台 不斷就要還這筆債 但是 換來呢 就是她阿哥呢 打羅打鼓呢 裝了東西呢 這樣呢 這個遺產界KOL 還要說阿梅呢 對她不住 我想這篇東西 其實看到呢 是台灣的網站出來的 全亞洲的人呢 都很不似她 她阿哥 她老母做這些事情 但是呢 她阿哥就說 從她看來 她沒有做過 令阿妹不開心的事 沒有對不起梅艷芳 反而是梅艷芳欠了她 不是我欠 不是我沒有欠梅艷芳 是梅艷芳欠了我們 因為媽媽辛苦 她是不可能取代到的 真是神經病 那對於她阿哥媽而言 梅艷芳呢 其實是一個賺錢的機器 來的 沒有用到盡 用到盡 但是就沒有盡到 阿媽和阿哥的義務 只是一個親人的身份 就拿乾他 就為他們 這個叫揮霍無盜的生活 就打拼這樣說 梅艷芳的事業 接著越來越好 但是她阿哥和她老母 就變本加厲了 那大姐呢 就是這篇文章寫 就說是乳腺癌離開的 當時呢 梅艷芳呢 就非常傷心了 就說因為唯一 在家裡疼她的姐姐都走了 這樣 所以呢 梅艷芳呢 成立了抗癌組織 組織 組織 捐款千萬 那她媽媽呢 反而從中呢 就說看到那些 賺錢的商機 說服梅艷芳 以做善事為由 就讓自己成立所謂的抗癌基金 於是呢 就由這個抗癌協會的名義 梅艷芳的老母 將梅艷芳捐出的千萬 成功縮水到一百萬 剩下的呢 就自己代了 這裏呢 就是這篇文章寫的 究竟堅定留呢 我可以 就是 告訴你 在台灣的網站看到 但是就好像之前 有沒有見到這件事 我就不清楚了 究竟是不是這些 將回小說加了些東西下去 但是真是真有其事呢 因為我看香港的媒體 好像沒有報導過這些事 那還有呢 就說他媽媽呢 就打著這個抗癌的名義 周圍就借貸 就說是 募捐又怎樣 直到債主上門呢 梅艷芳才識穿他媽媽的謊言 那為保自己的名譽 防止更加多的朋友受害 那梅艷芳就辭了名譽主席的職位 還跟他媽媽公開反面 他說我要劃清界線 我的名譽聲譽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會給我面 我已經爭著人很多人情的了 那梅媽呢 那梅媽呢 當時呢 就反攻梅艷芳呢 他說什麼 捐款金額不是一千萬 而是一百萬 就被折磨到幾乎崩潰的 梅艷芳回應 他說 錢的東西呢 我不想說了 實際捐了多少呢 他就最清楚了 作為個女兒 我也都不想把家事拿出來說 雖然他是老人家 但這個不是藉口來的 孝順有很多種 我也都有我原則 我不是餘孝 這樣呢 這樣說梅艷芳 也是當他老人家 一時鬼迷心竅 但梅艷芳的心裡 從來都沒有認為 他媽是愛自己 又或者 他只是不願意 承認這個真相 就不想失去家人 這樣說 那沒多久 他媽媽七十高齡 就 就不要跟他計較的理由 就跟他媽媽重修舊好 但是 他媽媽看穿他 是深遠的 就一心想拿到他乾爹為止 知道梅艷芳病重 那他媽媽反而忍不住 急不及待 三番四次就問他拿錢 那些錢都不小 聲稱就拿來旁身 這樣說 每次跟媽媽電話都是糾纏 糾纏完之後 梅艷芳就失聲痛哭 你想想一個有絕症的病人 他媽媽經常來問他拿錢 是不是 真是淒涼 去世前第二十七日 梅艷芳就立下了遺囑 每個月要付七萬元的生活費 還有 就贈送一百七十萬教育經費 就給他二哥和姐姐的女兒 這樣 將自己兩間物業 就給了他朋友 劉培基 直到媽媽過世 所有的資產就會捐出去 這樣算 就是那個遺囑是這樣寫的 在梅艷芳心裏面 依然就放不下 這個這麼狠心的老母 即使知道他媽媽 其實就貪自己的錢 但是他仍然希望 自己的遺產 可以庇護著這位老人家的餘生 救他可以是安享晚年 因為基金會的錢不能動 梅艷芳去世之後 還欠八十萬的手術費 其實是張學友給的 張學友幫他還了這些錢 這樣說 但是他媽媽不滿足這七萬元 在他老人家眼中 七萬元就遠遠不夠 就盯緊梅艷芳那幾千萬遺產 全部遺產 那他呢 當梅艷芳過世之後 就打官司 就說要一次性 拿完全部錢 就在二零一三年 和二零一五年 兩年呢 他媽媽就聯合這個遺產管理局 公開拍賣梅艷芳生前的物品 其中就包括是梅艷芳 就是最真而眾之的獎杯 甚至是他生前的內衣 和一些私人物品 那這裏呢 真是要多次又是說回曾志偉 當時就出面 號召啊 那些藝人啊 就是籌了一百幾萬呢 就買了這批東西呢 就保住 啊 梅姐的面子 因為很多私人物品 可能是他的 真是抵衫副都拿去拍賣 那樣樣樣的 這就是這個媽媽就是 要將他所有人都死了 這些東西值錢 拿去賣 這樣 而曾產的官司 一打打了十幾年 當初幾千萬的遺產 因為投資這個房房 即是那些房地產呢 升值升到過億 那他媽媽都九十幾歲 但是呢 就說 就說他沒有遺產在手 反而呢 有些巨額的債務 這麼說 每月呢 就拿著梅艷芳 給他那些生活費 但是呢 整天在那些媒體面前呢 就哭哭啼啼的 就說自己呢 只是撿些爛菜吃 還經常啊 問那些梅艷芳生前的好朋友拿錢 是的 那他媽媽就曾經說 為了這場官司呢 自己可以再活多十五年 唉 真是 有錢有什麼用呢 那這個梅艷芳的阿媽 這個阿媽 這個阿媽 那個心腸呢 好像石頭那麼硬 跟別人輸賭啊 就跟別人輸賭啊 就說對賭啊 自己可以啊 為了一些錢 可以繼續活下去 那樣樣樣的 真是不知道他做人 為了什麼 是不是 那看了這篇文章之後呢 發現呢 就是 都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一個這樣的阿媽 和一個這樣的哥哥 可以 有個這樣的妹 有個這樣的女 真是不明白啊 真是 竟然 為什麼會出到一個合女 我真是完全不明白 那他這篇文章 就算 不是適合得了十足 我相信都中九成啦 我聽很多都 都類似都是這樣的情況 那 但是你看到阿妹姐 過了生之後 那麼多朋友呢 看得出她那個 二博雲天應該就真的 但是她媽媽那些 壞事呢 都是真的 那麼難怪呢 那麼多人呢 那麼痛恨她哥哥和她老母的 那麼 聽完這篇文章之後呢 我發覺就 了解多了 還有她 就是你看到現在 很多人很討厭啊 成龍啊 曾志偉啊 譚詠倫那些 劉德華都有份 其實他們那時候 全部都是朋友 其實人年紀大 有時候在不同的 處境 有些不同的 做人的思想的方式 那樣樣樣 但是他們都曾經是 好像 很團結地做過一些事啦 我們看到電影那套 一比九十九那個 演唱會也是幫香港幫了很多 看回以前這套 這套電影 感覺到香港那套戲 就是在香港呢 是很 很流暖那個時間 有時候提到 台灣大地震 香港人都是籌了一大塊錢 幫助台灣 現在又會不會有這種 這樣的情操呢 就是我想 如果現在台灣大地震 或者什麼 我想香港一定不會跟他籌錢 又說你台獨 又說你成成 是不是 兩邊兩岸又互相攻擊 是不是 我覺得 好像回到以前的世界 那種大愛 那種幫助 是好 好一點 起碼不會這樣互相攻擊 我覺得做人 最重要就是 你幫我幫你 是不是 要不然 跟梅媽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 為了利益 你就可以拿乾拿正 弄死對方 或者怎樣 真的 搞不定 我們希望 跟梅姐離開了 但她的精神永遠都留在這裡 我們 以她為榜樣 就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就算世界大環境 是越來越差的 但是 都可以其實 自己做好自己 就不用跟別人同流合污 如果不是 就 只是 天下間多多幾個梅媽 和梅啟明 這些垃圾出來 就真的搞不定 今天的分享時間 來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 鮮為人知的故事 給大家聽一下 這些 又是相當 Juicy 和電影裡面 是完全沒有提及到 因為我找到一些資料 又是非常之有趣 我們下次再講過 我們下次見